看看新闻网 不久前的五月 好爱好爱好爱千语的林峰 带着小女友加入全家的家族旅行 到美国出席弟弟的大学毕业典礼 吴千语更是以准媳妇的姿态 全程与林妈妈相伴 甚至有关于林峰吴千语 在美国秘密林正的消息 也是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我不想每一次出来都是要 说同一样的话 但是我们真的还没有要这个计划 返岗时两人虽然否认已经结婚 不过光是在机场高调牵手 还有两人近40万港币的情侣款名牌背包 都仿佛在照稿天下 两人恋情正憨 不过本以为够资格参加 林家家庭活动的吴千语 早已受到疯霸疯骂认可 谁知却传出彩力雄厚的林峰爸爸 对吴千语态度冷淡 甚至拒绝合影 李峰台只差一步 千语又怎能甘心啊 最近林峰正在横店拍戏 吴千语就赶忙飞来内地探班 只不过早就收到疯霸提醒的林峰 给出的答案 可能要让吴千语有点失望了 开始因为这么长时间不回家 家人会想吗 还是会过来探班的答案 有啊都每天打电话 有联系一些关系 那吴千语是你心目中的嫌弃吗 私人的东西我都不会赢了 谢谢 而据东方新帝报道 林峰对婚事避而不谈的态度 让吴千语大为失望 于是19岁的小女友闹起了脾气 最近逼婚不成 昔日就爱周伯豪成了激将法的最好人选 有报道指 吴千语最近和周伯豪的 暧昧气患林峰 预定压州出场 新城颁奖典礼的林峰 提前出场 只是为了必见情敌周伯豪 报道中还一一列举 谈恋爱大半年 光租半山豪宅 大买名牌 信用款认刷 送名车加环球旅行 林峰在吴千语身上 耗费已经千万 今日更有传出林峰向无限高层秘密 预知了八百万酬劳 明显林峰财力已不胜负荷 即便如此 这两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甜蜜着 林峰也还是 想必潜语也还是 谢谢 鱼的心灵力 好爱换来一声 谢谢报道 好的 不管怎么说 其实谈恋爱的两个人的事情 真的是只有两个人 当时人双方才知道 所以不管他们是分适合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祝福 毕竟呢 我觉得能有一段好的恋情 能找到一个好的爱人 是一件非常被值得祝福的事情 但是这个有些时候说话 说是秀恩爱分得早啊 所以说不要这么秀恩爱 对 尤其是这个明星的恋情 有的时候可能过早的曝光 确实不太利于报价 关注的比较多嘛 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 可以给他们两位提点小小的建议 没错 好 感谢观看